欢迎收看金融办公室的节目 那么今天指数呢 今天是开屏之后今天往上 那今天指数是算小涨 因为我们看今天开屏之后呢 那上来之后 那在下半段的时候 就维持在小区间震大 好所以今天收盘四涨33点 那10927点 那今天个股上面来说强弱 或者是说差异比较大一些 那今天呢有一些弱势的股票 之前比较弱的股票有反弹 那反而强的股票今天倒是很多拉回 那所以个股的节奏 或者说个股线这一段操作 其实就非常重要 好那所以在谈到今天的股票之前 我们先从跌的股票开始看起 那所以我们就先看看今天拉回的这一档股票 那也是之前超强超强的一档股票 那当然这一路以来是 可以让很多人赚大钱的一档股票 那今天是分盘交易的第一天 好我们先来看看 那这是今天保瑞 那今天分盘交易第一天 好所以今天拉回 好那么今天是进入20分钟交易的第一天 那分盘交易 那分盘交易制度的改变 好短线制度的改变 那短线制度的改变 通常只会影响短线 好不会影响方向 好因为这只是极短线上面 交易制度改变影响的极短线的冲击而已 那通常影响呢 那第一天最严重 好或者我们应该说就是 集中在第一天会有一点反应 第二天开始就会影响越来越小 那再来就会回到它原来应该走的轨道 然后该往上还是一样往上 好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嘛 应该这么说 那交易制度改变 它就是影响几天的时间而已 好只有几天 那但是基本面的改变是长期的改变 好那个是没有改变的 也就是说基本面上面后面大好的股票 它还是一样的大好 比方说 我们在一开始在讲保瑞时候 就跟大家说他一开始 就跟大家说他病一般嘛 那病了一般那就是病了嘛 对不对 病入一般之后就是病了嘛 不会因为分盘交易所以就不病了嘛 对所以这就是已经病进去了 那就是事实啊 所以就是病进去了嘛 那病进去了之后 营收要上来就是要上来嘛 获利就是要往上嘛 那再来病了之后 纵效就是会发生嘛 这些都没有改变嘛 所以我说分盘交易 它只会影响极短线的走势 不会影响方向 那这个影响第一天最严重 严格说起来就第一天 再来就会影响越来越小 然后准备创新高 所以才会跟大家讲 其实有时候 你看股票从一路跟大家说到现在 那一路创新高 当然涨多之后也会有拉回啊 偶尔也会震荡 那震荡之后 今天是遇到分盘交易第一天嘛 所以这非常正常啊 那拉回一天之后 那我想所有短线上的卖压 就集中在今天 就坚水沿走 那明天之后 我们可能就开始看到 准备开始要往上面走了 那很快就会创新高 所以我说它只会影响极短线 但不会影响方向 好因为营收会暴增 就是会暴增 它就是会暴增 所以营收规模今年会增加很多 而且增加好几倍 那营收增加好几倍 获利今年也大好 今年也会大好 那更何况这个纵效 并进来的是FDA FDA的 选合过的厂 对出FDA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进来之后 后面的纵效就会很明显 等于你研发的东西 在后面的时候 都可以整合到那里去 那就会加快 所有后续研发的进度 所有新药进度都会快 也就是说除了 现在原来的帕金森市政的药之外 那其他速度也会加快 那更何况 它帕金森市政的那个药 其实本来今年就很大的成长 其实就会很强 因为去年就已经销售 是9000万美金左右 那去年才刚开始 那今年以后开始 销售的量 一年大概是2到3亿 所以那是很多的成长 那这种成长的幅度 再加上 现在并进来之后 营修跟获利都会同步往上 然后再加上还有重效 那这个效益以后 整合起来的话 效益就更强 所以这四笔大涨 所以其实 基于教育制度 它没有改变这些 它改变不了这个 因为刚刚往上还是要往上 今年还是要大好 营修要大好 获利要大好 还是没有变呢 其实还不只是这个 甚至包括它并进来的这个 那么都还有很大的潜在的利益 所以我说 你看一路以来操作到现在 这是55块钱 那55块钱到134 这样79% 那79块钱 那等于143% 所以其实一档股票 就可以赚得非常的多 因为从55到134 这边已经直接 就已经大赚79块 好 那么79块钱143% 等于你的获利都已经翻倍 那中间也回挡过 它不是没有震挡过 所以它涨多之后 都有花拉回 偶尔也会拉回一下 所以你看一路上来之后 上来后震挡一下 然后上来后拉回 然后上去后又拉回 然后上去后现在拉回 那这拉回是 分盘制度的关系 那所以预计就 一两天的时间再来准备创新高 好 因为其实一帮的成本 建厂成本当时就40亿 当时就是40亿 那现在保卫的市值是 连那个建厂成本都不到 连这个都不到 那你把厂并进来之后 这就是里面应该要有的价值 最少要有的价值 那所以单单如果用收购利益来看 这数据很高 那这都还没有算在 今年的获利里面 都还没算进去 单单算今年合并进来 今年新进来的代工 新进来订单 那今年新进来的初期营收 今年会上看12到13亿 那今年单单是这12到13亿的 EPS就爆发了 单单这个就大爆发 那还不加上这一块 这个还没有算进去 所以股价一路分出 它当然是有道理 对 它完全没有错 因为上去之后 它就是要反映 它后面新的价值 它就持续往上 所以我才说你一档股票 当然你如果跟我一路 从低档这样上来的话 那我想你就会知道 那你怎么样去操作一档股票 然后一大段好好的赚大钱 这个就非常重要 因为一档就可以让你赚大钱 一档就可以大赚 那震荡一下很快就会上上去 所以最明显的影响 就是今天一天 再来就上去 其实分排交易的股票 在之前大家也看过很多 大家也看过很多 那其实到最后 它还是会走它原来应该要走的路 该上去的还是要上去 该创新高还是要创新高 那当然分排交易的原因 是因为太强 真的是因为太强 真的是因为这一路以来超级强 这非常非常强 就是因为太强 所以才分排交易 所以还会往上 好 所以我想明天开始 你大概就会看到 开始准备要往上面 开始创新高 开始会渐渐上去 所以这个节奏很清楚 第一天是最远走 那第二天第三天开始 影响就变得很小了 然后再来就往上垫高 那垫高之后再来就准备创新高 然后继续走原来该走的路 好 所以原来大多头还是一样 完全没有改变 好 还会再往上走 所以我说其实你把握这种 空间大的股票 一两就可以大赚 好 所以今天有很多强股拉回 但其实你会发现 这其实都是涨多以后的拉回 那我们看这里 我们再看看这边 这个是当时在起涨之前跟大家说的 这是四季港 那43.8的时候开始就一路操作 所以你看它当时起涨之后也拉回 起涨之后也拉回 那当时创新高拉回 这里创新高也拉回 那这边创新高拉回 第二天就直接上去了 那震荡一下以后到这里 这里是65块 好 65块的时候跟大家说 这个会上去创新高 好 势必会大涨 因为这个就很明确 就非常明确 那当然今天离岸风机这一块 今天也都下来 因为短线超强 但是因为非常非常强 所以今天就拉回 那因为涨多之后拉回很正常 涨多本来就会拉回 那拉回的时候换过手再创新高 就会一样再往上 所以有时候一挡标股 你要懂得怎么去操作它 你要懂得怎么去做 就好像当时上去以后一样拉回 上去以后拉回 创新高以后拉回 然后震荡一下 那65块的时候我跟大家说 这里上去会再创新高 今天已经走到98块7毛钱 所以你看从这里是65 65块钱 那今天高点到98块7 98块7创新高 所以你看从65到98块7 这里就51% 对 33块7毛钱 而且没多久 等于是很短的时间之内 上去后创新高 然后再涨51% 那更不要说从前面 所以你一路锁定下来 从43块8到今天98块7 那这其实早就已经是超过倍数以上了 早就已经超过一倍了 那就一大段一大段往上了 然后大涨125% 125%等于是直接就赚了54.9元 那还在创新高 所以我说你要特别把握就是 有一些要喷出的股票 或者是有爆发力的股票 你要懂得怎么做 那当然这都是跟他的基本没有关 因为这就没有改变 这个都完全没有改变 这方向很明确 因为台湾政府要做的 应该说我们的政策方向就是这样 而且一定要做 你要解决掉现在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甚至包括能源的一些问题 对这些很明显的 你能做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 而且这是台湾最有条件 台湾条件现在已经是引起 全市场的注意 全球的注意 所以很多大厂来插旗 或者互相合作 这些都非常明确 那日本也有计划 要把整个亚洲电网连起来 所以这都很明确 也就是说那趋势很笃定 就是后面是一个很强的大趋势 那这趋势就很明确 那趋势很明确之下 那又没有几家厂商 或者应该说相关的厂商里 受惠最大的就是他 因为那个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只有这个可以做 也只有两家可以做 那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你讲 那么准备要创新高的时候 要再喷出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这个商机是非常大 好 所以呢 那么4月份的话 在4月下旬的时候 3GB出来 那大概是一支 用6MB去算的话 是500支风机 那6月份的时候会更多 6月份的时候 再加上416支 会变成是916支 那916支的话呢 每一支水下结构 是在1.8亿到4亿之间 也就是说前海的在1.8到2亿 那深海到3到4亿 那当然是深海的比重大很多 而且大大部分 也就是说深海大概会占了大概七八成左右 那前海大概两三成 那深海的话大概3到4亿 这是水下的结构 那你如果说整个商机的话 那当然非常大 全部大概9000多亿 9000多亿的商机 你知道这对后面的投资 或者是整个产业上都很大很大的帮助 这很重要的一块 严格说起来就说 这应该是你要特别注意 台湾后面很重要的一个全新的产业 一个全新的产业 那这里面最有爆发力 而且已经非常笃定的 就是十几岗 所以它一路大涨上来 一路上来之后一路上升 那不是没有道理 那中间也回答过 但回答之后很快震荡都在创新高 因为趋势就强 因为后面就是只有两家可以做 就只有两家可以做 而且那个进度就是很明显 因为都已经弄好了 你要做水下结构就是一定要有港口 一定要运为码头 所以运为码头就已经是 遥遥领先中岗的进度 就已经领修很多 所以后面的东西都可以很明确的 可以算得出来 都可以很明确可以知道 那个商机就非常的大 所以以2000多亿单单水下结构 2000多亿的商机 这里面大概有一半左右 你用最保守去估 最保守算的话 也可以拿到一半的市占 拿到一半市占的时候 你知道每一支来计算起来的话 获利的空间真是非常惊人的 这非常强 所以你等于是看到一个 后面很明确多头的股票 这是其实是很难得 因为在所有的个股里面 即使包括很多电子股 大概都没有办法 没办法让你看那么长 很多电子股 其实你没有办法看到 一年以后的事情 不要说一年以后 有一些连半年以后都不是很确定 但这就很明确 他就很清楚的知道后面的 每一年的情况的获利是怎么样 那产能什么时候出来 那以后产能大概会开到 每一年大概一百支 那要每一百支的时候 其实那个EPS的贡献就非常的大 所以他会一路创新高 就这个道理啊 那当然是一路创新高 那创新高当然偶尔也会拉回 前面也拉回过 拉回过之后一两天 从上去又是创新高 就是一路创新高 所以我说你要更好就是这样 因为你更好的时候 你会买在起涨点的时候 你会买在要喷出的时候 买在要喷出的时候 你上去就可以轻松转 所以我说盘震荡的时候 切拔是很好的机会 是很好的机会 那当然今天很多强势股拉回 所以我们一开始 就先跟大家特别来说 那么强势股拉回的时候 你要特别去把握后面的机会 那当然有很多人很关心 后面应该布局什么样的股票 这个我等一下会跟你说 但是我要先跟你讲就是 你如果前面还没有赚到的朋友 就要特别注意 那你就把握后面的机会 无论如何就要一起来 因为这就是后面很明显的主流 那强势股的话 前面你没有跟上的 其实都没有关系 但重点是后面要起涨的股票 要喷出的股票 然后还没有反映的新的东西 你记得一定要把握 好所以 那么我们等一下 就会进入到那个重点 进到这个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 那你前面没有赚钱的 或者想要赚更多钱的朋友 等一下也可以锁定好 因为今天会跟大家谈到 已经锁定好的一档股票 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告诉你 就是这两天已经锁定好 有一档股票你一定要买好 那等一下我来跟你说为什么 那讲完以后你就知道 其实这爆发力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全世界相关的股票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一定要把握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跟大家来聊聊这部分 所以不管你前面有没有赚到钱的 来后面的话 你可以让你赚拿钱的 务必要把握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其实我们节目很特别是 都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带大家买好 然后一路大转 所以其实有很多故事 在开始的时候 可能没有人告诉你 或者你即便听到别人讲 大概也是模模糊糊的 那没有完整的一个架构 所以其实你从这边可以看到 很完整的一个好的股票 或者说一个标股 它怎么样从起涨了之后开始 然后往上面垫高 那刚开始的时候 是大涨小回震荡一下之后 然后正值分出 好 所以那过程 其实最好是你是完完整整整段 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好 因为你买进的时候 都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 那正在起涨的时候 然后而且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它为什么会大涨 那潜力有多少 那你会知道为什么它可以涨五成一倍 你会看到很完整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全力进场 然后一起全力赚大钱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 就是一个赚大钱的逻辑 应该这样讲 你一开始就知道 藏在哪里 有什么边不知道的东西 那你才会大买 你不可能因为只是一个线 怎么样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技术面怎么样 你不可能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理由 如果只是一个那么简单的理由 你也不敢中压 但你如果知道是完整的东西 你绝对是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你一定敢压 你压了以后就准备直接打转 而且一路打转 所以你看那个是 这是82块的时候 最82块钱的时候 所以当时你就会看到很完整的内容 那我跟你讲 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可以同步治疗两样东西的 那你说其他现在有其他的新疗 有 但是没有人可以治两个 所以他是唯一可以同时治疗两个的 这是全球唯一 那美国把这个健保的肌肤率已经提高了 而且有扩大适应症 那扩大适应症之后 等于那可以用的病人就更多了 所以市场就更大 那么这是美国的东西 那我们又谈到大陆 那谈到大陆是后面很大的动能 因为跟三东微高合作 已经是两三年前就开始了 两三年前开始已经在做准备了 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你看这布局其实拉得非常的长 从两三年前就已经准备好 然后现在准备要准备要开发结果 好所以大陆要拿入健保 要拿入保险之后 这市场真的是非常大 好这个就非常大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都 不是只是一个K线 不是只是那样 只是一个K线我想你绝对不敢中压 你绝对不敢中压 你如果不知道里面爆发力有多少 里面的内容有多特别 你根本不敢压 但是你敢压之后 你知道之后你就会知道 你在这里干嘛要买好 更何况你跟我一起 你跟我一起我就带你都买好 该加码都要加码 所以你一开始这是80元 好那个时候很少人在讲 那时候真的很少人在讲 更何况跟你讲故事 我想那时候真的没有人告诉你 一个完整的故事 更不要说有人跟你谈到专利费的问题 那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有专利费 其实他插了这个之后后面的EPS就很可观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些的时候 你当然是会买好买满 你当然会买好买满 如果明年开始的EPS都可能是10块以上起跳的新药股 这样的价位是超便宜 所以他绝对会喷出 那时候一定会喷出 那个时候就是在80块附近 大概8283 那所以那时候你都可以买好 你知道完整的东西 你一定会压 你一定会直接买好 你买好之后再来就往上面一路创新高 就往上面一路创 刚开始的时候就连续两根涨停 然后开始就慢慢垫高 那大概有两三天你可以再加码 你都还可以再买 然后之后就正式喷出了 对不对就正式喷出了 然后再来就持续创新高了 然后开始就有很多人讲了 那后面你看到很多人讲的时候 你再回头来看看 你就会发现 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82块钱的时候 我就带你买好 我带你买好的时候也告诉你很清楚 对不对为什么会打仗 那我就告诉你别人不知道的 我就跟你说会飙 那市场就真的一路喷出 对不对就一路大涨 对不对就一路往上喷出 对不对越涨越多 所以从82块钱之后 就开始一路涨停之后 那你买好买好之后开始一路喷出 然后一路大涨 然后一路创新高 好这到135块钱 对不对53块 就64% 所以你都很好赚 也就是说你100万就可以直接赚64万 对不对而且只有几天 就只有九天而已 只有九天而已 那这九天里面 你会看到很少人讲 到后来上来会很多人讲 但是没有人讲得清楚 没有人告诉你里面 它为什么会飙 对为什么会打仗 那我82块的时候就告诉你 它一定会飙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里面的东西 它的约是怎么签的 但那个专利费是怎么样 你就不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 拿掉以后获利增加多少 你知道这些之后 你当然诊断你就会很容易赚到 你就自然买好 买好买完之后 你当然赚大钱 九天就是4% 好那这个过程是 你在我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很多的那种 多余的话 但是跟你讲的 都是很扎实的 也就是说跟你讲的是 别人不知道的 真正基本面的东西 真的基本面的东西 也那是标股最重要的东西 这最重要的因素 而且你不可能散弹打鸟 很多人比许散弹打鸟 买了一大堆的股票 或者跟你讲了很多 但没有一档股票讲得清楚 告诉你里面的东西 那我告诉你里面 最有爆发力的东西 那股票非常精简 所以我说那时候 你就应该要买好 跟我一起来打转 好所以一口气上去九天 九天你可以64% 100万你可以赚64万 然后一路打上 好那么这个上来以后 你看到是整段的过程 一段完整的过程 从一开始买 然后开始加码 加码好以后开始喷出 然后一路喷出 然后九天64% 然后你一大堆打转 好那这个过程里面 告诉大家是什么 告诉大家是标股 标股怎么样 从一开始你跟我一路打转 怎么开始一路转 那最重要就是 一开始你就要更好 所以我才说这很重要 所以我说其实 今天我就要跟你讲 一个很重要的 今天有些股票拉回 强势股今天你看到 强势的主流今天拉回 今天拉回没有错 拉回的时间就一两天 好你记得我跟你讲的 但重点是你要把握 后面的新标股 所以我要跟你说机会来了 那先强调一点就是说 我要跟你讲的机会 不是保龄 我要跟你讲的不是保龄 保龄已经64个百分点 已经6根涨停 那一口气上来6根涨停 大涨64%之后 你现在来我要告诉你 不是保龄 它已经涨这么多了 所以我现在不可能告诉你 是保龄 我要跟你讲的是 正要开始起涨的 就像当时的保龄一样 好所以 你如果前面那一段过程 你全部都错过的 你没有从一开始 就跟我一起锁定 你当时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就买好 你当时中间该加码的时候 没有加码 你没有直接赚64%朋友 你就一定要听清楚 因为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你现在进来 我带你保龄的不会是保龄 我要告诉你 也不再是保龄 我要告诉你 是另外一个 就要开始起涨的标股 好 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边 这个我觉得你就要跟好了 因为这刚开始 而且还没有人在讲里面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强 这个是非常强 而且是全世界的险绝 我们看这档股票 新的东西 那这档股票新药 但是基因标靶新药 这块现在是全世界里面 最强的险绝 最热门的东西 那最强最强的东西 大家都在看 很多人现在是各鲁人马 都积极要争取这一块 这个是基因标靶新药 也就是说 这种基因标靶新药 它是不分适应症的 你现在看到很多的东西里面 你看到的是 癌症的新药 对不对 各种癌症的新药 你看到的是 不管乳癌的新药 你看到的是 其他的肾脏的新药 你看到或者是 胰上的新药等等之类 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 都是旧器官来分类的新药 对不对 你看到都是这样吗 这是传统的分类 这是传统的分类 就部位来分类 哪一个部位的癌症的新药 对不对 是这样子没有错吗 但我要先跟你讲的 不是这个 这是全世界 现在最大的写学 是不分类别的 为什么可以不分类别 因为它不是针对部位 它是针对基因来做 它针对基因来做 针对细胞本身的基因来做 所以它可以不分类别 它可以同时适用在 很多不同的类别里面 这是现在全世界真正最大的写学 是最大的写学 因为就像这个 它是针对在基因里面来做 所以它是直接让癌细胞自己不会复原 然后自己就不会复原 然后自己就没有办法好起来 然后自己就坏掉 所以它可以适用在卵巢癌里面 也可以适用在摄物腺癌里面 也可以适用在大肠癌里面 它可以同时在好几个癌症里面都在用 这是现在最大的写学 全世界最大的写学 用相关的东西来做 最近有授权出去的 单单在临床阶段就授权出去的 金额都非常高 都在3亿美金以上 3亿美金以上 而且都是临床期而已 授权出去的3亿美金 4亿美金 都是非常高的金额 等于都几乎是100亿左右的台币 那非常非常强 那这个因为适应用在好几个地方 所以它的市场潜力是高达64.5亿美金 64.5亿美金等于接近2000亿台币 非常非常强 所以这个最新最新 全市场最大的写学 新的标股你一定要跟上来 所以你还没跟上朋友 就一定要把握了 那我希望你这次就跟上 所以你如果错过保龄 那我们今天会开放20个名额 给你体验 那你要更好 因为你更好后面涨上来 才跟你有关 才可以大赚 所以20个名额你自己把握 我们一起来新的标股 一起来体验 现在准备好 一起来买新的标股 一起赚大钱